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睇星期一早早的天气报告 我是沈志泰 昨天父亲节天色相当不错 但天气真的挺热 提醒大家 酷热天气警告现在还在生效 大家除了要多点饮碎之外 也要多点留意长者和患性病患者的健康状况 看一看今早各区的最低气温 普遍都是27度或以上 事实上今早早从维港望出去可以看到 天色已经相当不错 从大范围的卫星困图可以看到 华南地区受到负热带高耀石的支配 整个地区的天色都是以晴朗为主 预计这个负热带高耀石 是今个星期余下的时间 会继续为我们带来晴朗和酷热的天气 接着可以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测 我们的预测会是大智天晴 天气会是酷热 不过局部地区会有些骤雨 最高的气温大概是33度 风格方面就是吹微风 只不过那方面 我们预测未来这几天都会是天气酷热 我们看到最高的气温都有33度或以上 另外大家要留意今天的最高止外线指数 会去到极高的水平 所以大家要留意做户热活动的话 一定要做足防晒的措施 今早的天气报告就说到这里 下次见